講的其實我也知道這是比較現實的部分 那其實剛聽完之後我是覺得 是剛聽完才能講完好像是真的說 因為我們其實如果要開發這個地方的話 是真的需要很多錢 捷運東延也要錢 我們社福也要錢 那我們要修建公園也要錢 那既然這是一個很需要錢 且很棘手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我們要把錢用在刀口上面 因為錢很結局嘛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用整體開發的方式去做 因為我看它裡面開發的期程 好像是基本上就是把這塊商業區地上全標出去之後 然後其他社福用地的一個開發 我看西部計畫裡面是寫107年 所以是很久之後 包括怎麼規劃怎麼開發 其實都還是未知數 那所以我想說既然前面大家已經講了 現在我們才是這麼的困難 那我們為什麼不直接跟好市長建議說 那就整體開開發就好 怎麼規劃怎麼用 錢要怎麼樣讓它可以一毛錢 用得很經濟又實惠 然後讓大家又不覺得說 我們好像每次蓋完之後 都是很沒有效益的一個建設 或許我覺得 這樣子用整體開發的方式 或許對我們這邊福德地區的軍民 跟對政府官員們在做事 但是我覺得其實都會少很多爭議跟處理 好謝謝 我回答這位先進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開發方式 在都市計畫書裡面市長展明很清楚 有兩種開發方式 一種就是所謂的VOT 一種就是由市府辯列預算 來做所謂的一個辯列經費來做一個開發 但是我剛剛各位講過的98年做一個VOT 已經我們自己也承認這是一個失敗的 失敗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再去走這樣一個回頭路 所以現在走到這個情形是 在我們這一年的時間 我們取為土地之後 我們在這一年的時間 我們決定由市府自己來編列預算 自己來做這樣一個事情 那當然預算的部分的話 就會有資有壽 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這部分 為什麼說新公處已經要去開那條路 它一都是計畫去開那條路 然後社府 社會局就去做社府的部分 公園出去做公園的部分 我們財政局去做第三種的部分 這是市府他後來選擇第二種開發方式 馬上有做這樣的說明 不好意思 有一點住這個附近的人都應該了解 我們的綠地 靠山這一邊有很多的綠地 而且 鳳天宮、慈偉堂 爬山的 不信心天空地的人是四處的人都來 反而我們自己本地的人很少住 每個人要求自己家門前有綠地 那四處的人都跑到我們這邊的山來 可以加強山路的綠化 光講說我們門前需要綠化 那對於 對於 不是在他們家門前的 那怎麼辦 我們這邊山如果好好的利用 好好的開發 好好的加強綠化 那對於我們的那個市區開發 也有幫助 因為 畢竟長期以來四處的人 每個人都往這邊的山來運動 來呼吸吃的方式 那 那原本的區域 你說規劃一塊玉地 那 就是只有他們家門前的玉地而已 那 這在直立的小地方有一個玉地可以用 可是真正的外地的人通通是來一門爬山 鳳天宮慈惠廠可以做得這麼好 而且他們那邊還 鳳天宮那邊還一大片地讓大家停車 那我們這邊這一塊地 為什麼不能開發成被停車的地方 大家停車還跑到山上去 所以說 我們畢竟有很多人只是站在自己的地上 在考慮 對啦 對於 整個社區的開發 整個台北市的開發 大家都以自己的條件為基礎去 去討論而已 那如果說 台北市政府也可以把這片山坡移 加強綠化 加強管理 加強女兒一個女兒 是不是整個社區更繁榮了 那哪怕 這個整個山 會沒有畢竟嗎 請解體的意見 請解體的意見 不好意思我請教一下 我記得我們那個 好像是今年初 是不是參議長不是有去那個 都開會的時候 都 對去抗議的時候 當時好像有做成決議 就是說先擱置 等到有辦過公平會之後 取得奉事 以後好像才在繼續 繼續後面的動作 那我不知道 有辦過可是沒有奉事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是說今年六月的時候 六百五十八號就核定了 那這中間過程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部分我回應一下 我們是去年的12月24號公展 三十天 那一百零三年二月二十七號 都計畫委員會 六五五次 決議組成專案小組 那組成專案小組 並就民眾陳情議題 妥為向民眾溝通 那所以在一百零三年的三月二十七號 我們辦理地區說明會 那辦理地區說明會完以後 我們在一百零三年四月二日 的專案小組裡面的結論 他就是原則同意 我們府裡面所提的容積率調整 至四百的提案 並提大會審議 那大會在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四號 台北市都計畫委員會的 六五八次會議決議 那這個部分 我們推動公營住宅的政策 那透過都計畫專案變更的方式 提高容積率是有利可循的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經過檢討周邊的各項服務水準 可負荷的情況之下 有助於帶動周邊地區的更新 同意專案小組的審查意見 調整社服用地 容積率為四百分之四百 謝謝